那不是绿三军吗 先开历史的先河 那这没有办法 詹姆斯也是跟随者 你要说这个怪 只能说怪这个21世纪头十年 第一个采取电影报团的 凯文蒋耶特 这是郭斯塔的 结果他这个无论到哪 说了上句了 似乎说好像说这个绿三军 当时七老八十了 并不是这样 起码刚刚夺冠的一年 平均年龄比上席地蓝宝还小 所以所以呢 这就是当时这个绿三军吗 他们先组队的 所以那会儿没有办法 掀起了组队讽计 勒布朗扎姆斯只是因为影响力大 他影响力确实太大 而且就是扎姆斯 组团的年纪 可能说这个相对来说要更小一点 就是更是正值当打这年颠峰级 这个比加伊特 加伊特处于是巅峰尾巴 但也是在巅峰级 区别可能就是就在这 再一个就是往往越是顶级的剧情 他越遭黑 加伊特说实话 这个级别分量 没有那么十足 就加伊特 往往一个内线球员 有几个乐意大利塔 内线球员的通常 就在球迷群体当中 支持则有 但是往往就是支持的程度 相对来说 比较表面化 就是你好像 地母邓肯也一样 你说有几个铁杆 邓肯粉丝 也有 但是支持程度 跟外线那些 分整的 不断的言语纠缠呢 各个球迷之间 这个各个群体的球迷之间 互相猛烈的输出 这情况完全截然不同 所以 加伊特呢 就因为级别分量多少呢 他也不是联盟真正的 头面人物 所以他不能吸引火力 那会儿 这就是 其他人一看 这样的 算了 这就是组团 之前连续三年 没打进旧赛 说的话跟凯文乐福组队 能有多大区别 是不是之前那会儿 连续三年 没打进旧赛 他是巅峰期 凯文贾埃特 最好年华 三年没打进旧赛 那你去组 也就组了 就好像扎克拉文 和这个武切维奇 组队差不多 他早些年 是拿过这个MVP 但是个人率队能力 确实太一板 就长鬼赛 也打不出好的表现 他也 凯文乐福是差点 但是贾埃特 强也没强 那么特别多吧 一般来讲很少见 正值当大之年 斯蒂库里上赛季 是已经年满33岁 说实话 这个年纪 正站起来 长远对于身体的消耗的话 多少有些磁力了 33岁的斯蒂库里 但是尚且库里 也是维持住了基本体面 率领勇士 以前八身份 展开的这个 季后赛第一阶段 也就是副甲赛的争夺 展开的季后赛第一阶段 是不是这样 打了季后赛了 但是凯文贾埃特 早些年那会儿呢 正值壮年 29到30亿 这几年 完全浪费了 现在季后赛都没打 所以他为什么 跟这个绿军 另外那哥俩 组队之后 没人合计说 喷一把 这个贾埃特呢 连续三年 打不进季后赛的 一个球形 那你组队 谁能挑你的理呢 这就好像扎克拉文 跟武器维席 你爱组组去吧 差不多有点 类似这种感觉 再或者说 跟谁还挺像 跟猛男也挺像 就是说猛男 当然他还不如猛男 猛男说的话 就是领军时期 几乎从来都 没有错过季后赛 但是你看猛男 因为他这个 其实他带队走的 也不是特别远 因此猛男 跟谁组队到一块 外界几乎没什么诟病 你比如早些年 跟保罗乔治 后来跟詹姆斯哈等 没什么诟病 因为猛男 他本身 他也走不了太远 诟病什么呢 跟加一特 是比猛男 这个地位更低 因为他俩都拿过MVP 猛男当年 还是连续三年 承计三双王 历史三双王 说说猛男 现在就欠缺一枚戒 他拿一枚戒 就能够碾压 凯文加一特 加一特 在没拿戒指之前 联盟地位 说实话 比猛男 是要抵的 你要说你这个 能赢球如何 你哪赢过呢 连续三年没打进球赛 猛男干不出来这事 这就是加一特和猛男 为什么加一特 他不受诟病 级别还是有限